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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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 歡迎來到每月學一次時間 今天我們會學個草字 首先我們看看草這個字 和它的圖畫 草是草本植物的種稱 我們人類通常把草本植物叫做草 而木本植物就叫做樹 草的質地比較柔軟 而且一般壽命較木本植物短 草有很多不同種類 例如 有我們在公園時見到的青草 又有在庭園、草坪 或是農地等土地上 並非刻意栽種的野草 又可以是用作燃料、治料的乾草 又可以是用來建房子的茅草 或是種在於魚缸的水草 草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呢? 除了种类多,草的用处也有很多 我们人类所有主要的粮食都是属于草 例如小麦,稻米,玉米,大麦等等 而且各类家禽,例如猪,牛,马,羊等等 它们都是吃草的 大自然庄的野草都不止是动物的食物 它还能製造大量氧气和防止水土流失 对环境很有帮助 而且,由于草的质地很柔软 我们人类喜欢在草地上野餐 或者躺在这里休息 草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用处呢? 学完草字的意思 现在就等我们学习如何上草字 我们一起来看看草字的结构和笔信 我好好了 letter封之许 学完草籍的写法 现在我们学习草的配词 第一个配词 青草 青草是指青草 第二个配词 草地 草地是意思是指掌满野草 或者铺满草皮的地方 也可以是指草原 或者种植木草的大片土地 另一个配词 草原 草原 草原是指在雨量较少 半干旱地区集草重生的大片土地 通常合于热带或者沙漠之间 草原也可以泛指掌草原野 另一个配词 草莓 草莓 草莓是草本植物的一种 我们人类可以食用的 肉质多汁 味道酸甜 最后一个我们要学的配词 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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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图是指初步画出来的设计图 不需要很精确的 不需要很精确的 通常在机械图 或者工程的设计图都会用到 學完草的配词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用草字来做句子 第一句 小白套正在吃清草 第二句 它们坐在草地上野餐 它们坐在草地上野餐 下一句 这个草莓又大又甜 这个草莓又大又甜 另一句 它画了一张设计草图 它画了一张设计草图 最后一句 草原上 掌尿许多清草 草原上 掌尿许多清草 草原上 掌尿许多清草 在蝴牛身上 在蝴牛身上 写着一个字 你可不可以配对它正确的图画? 正确 正确是草字 草 第二条 最后一个游戏 你又知不知道 蝴牛身上的字 是草莓 是关于什么呢? 正确是火山 火山 学完字的字形 配词 句子之后 我们可以做练习来巩固记忆 在以下这个网址 可以下载认字卡 和工作纸 记得和妈妈一起下载做练习 好了各位视频友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欢迎留言 like 和share我们的短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哎 你 啊 你 那 船 我